快點快點 什麼?你說什麼? 醉上淡先 人氣男團MIRROR爆紅 不同國家都有鏡粉出現 很受歡迎 最近在美國的華語節目 偶像名人堂 就越洋訪問了Anson Lo 主持人透露Anson Lo 在紐約和加州就有很多神徒 主持仲潮玩二選一問題 第一條就問Anson Lo 姜濤還是Edan? Anson Lo馬上笑答 一起吃東西還是一起跳舞? 主持就回答他 Anything Anson Lo馬上說 很難回答 太難了 之後教主就很巧妙地說 吃東西選姜濤 但如果買東西就選Edan 左右逢圓 當然難啦 教主和他兩個都這麼 close 怎麼選呢? 事實上 Anson Lo和姜B的姜神CP 和Edan的燈神CP 都很受粉絲歡迎 Edan在2018年就在IG開直播 就說第一次見Anson Lo 就覺得他很帥 而Anson Lo 2018年也試過開直播 說Edan是全民造星認識的第一個朋友 最搞笑是教主說完Edan沒來 就收到姜B WhatsApp 之後兩個還一起開直播 Anson Lo還叫姜濤做BB 姜B又忽然說嘴咚 好Sweet的 一起看看吧 因為Anson Lo是排我旁邊的舞 所以我見過他 就覺得這個人很帥 第一個真是 深入聊天就是Anson Lo 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怕醜一點 我不是一個很主動 撩人聊天的人 所以呢 那次是怎樣跟他聊天 我都不記得了 總之類似就是 因為我見過他 就說 其實我認得你 你是不是認得我 就說 在KONU的時候 朋友都看過你 就說是喔 然後就開始聊天 坐旅遊巴去拍MV 他又跟他坐在旁邊 所以就開始聊天 所以就熟了 所以 前期一直 都是跟 最好朋友就是Anson Lo 因為我們都 就是年齡又多近 大家都聊到 聊些事情都挺適合的 因為我跟Edan 一開始是 就是大家 全部都不認識 第一次來拍那個 前傳的MV 大家沒有朋友 那 Edan是第一個 聊天的人 跟著我們一起上 一家成巴 跟著是 一起說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我問一下他有沒有女朋友 這些女朋友在做什麼 那些 跟著他又問一下 你跳舞的 大家聊天 才是 認識了 全民造星的第一個朋友 11點幾回到來 我做運動 你說我肥 我沒有說過你肥 OK 唉 唉 我多久沒說過你肥 唉 你的手袖有肉 沒有啊 今天我純粹 我捏一下你的手袖 看看 你這麼快 什麼啊 你捏一下 然後 就是那個 BB你肥了 BB你肥也差了 BB你肥也差了 BB你差到很差 BB你 我也是為你好 你知不知道 快點 快點 什麼啊 你說什麼啊 嘴上嘴 你先嘴 喂 我想到怎樣嘴 你貼上誰來的 呃 1 1 1 2 3 然後就 好了 什麼啊 想怎樣 什麼啊 你想怎樣 算了 算了 不如睡覺吧 不要教人了 哈哈